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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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明知你給我的是另一種愛 我卻在看你很愛 不願清醒 直到的時候 我默認想狂笑也想哭 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明了我是盲目愛著你 你卻不願當面告訴我 他傷害我 直到最後 才發覺你卻是最無辜的人 我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這安排中的緣分 你我之間是這種關係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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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命令中的機遇 我們之間是兩條皮靜線 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明了我是盲目愛著你 你卻不願當面告訴我 他傷害我 直到最後 你卻是最無辜的人 才發覺你卻是最無辜的夢 才發覺你卻是最無辜的人 大哥 你有心事是不是 你看出來啊 我為什麼看不出來 你平常的話很多又愛開玩笑 結果坐車半天了又悶不刻身的 是不是竹君又給你釘子碰了 我們心情不好跟竹君沒關係 玉秀我們實在不應該去鄉村俱樂部度假的 你知道你去攪和的結果有多嚴重嗎? 我告訴你, 陳文輝跟他老婆離婚了。 他們離婚了? 真的? 當然是真的。 因為你的任性, 把人將好多年的骨氣給拆散了。 你實在呢? 我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了。 離得真好, 這真是讓人發現的意識。 你怎麼這麼說呢? 你把人好多年的骨氣給拆散了。 你難道一點也不覺得後悔? 我一點也不後悔。 陳文輝冷酷的錢, 作惡多段。 現在他是罪有贏得。 陳文輝不是個惡人。 就算你要報復他, 你也要針對他一個人。 我老婆諸華那麼善良, 對你又這麼友善。 你忍心讓他鬧個離婚的下場嗎? 我是對不起陳文輝。 不過, 或許他離婚, 對他而言是好的開始。 因為陳文輝, 不懂得愛他。 不懂得珍惜他。 他根本不配有這麼好的老婆。 你在強策奪理? 人家不去配不配, 是他們的事嗎? 我們外人沒資格管啊。 這麼晚會是誰啊? 我從飯店搬來這裡, 沒幾年知道啊。 我去看。 蘇副總。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夏蘇副總那麼有名氣人啊。 我只要稍微一打聽就打聽出來了嘛。 蘇副總。 我今天冒昧登門拜訪, 我是有藥理事情要告訴你。 哦。 裡面請。 謝謝。 我現在 falling in。 我如果要去披露, 你為什麼不披露說大道? 你怎麼去披露? 我打算,不然我們要去披露吧! 你怎麼去披露呢? 你怎麼去披露了? 那是五行披露吧? 是我披露了。 我無人不披露了。 我披露了。 我披露你披露了。 那你無法露了。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人 我在公司一定會不會出發 正常規格的靠近 我和我都和你一樣 要說 把她的個吉他也用 把她的房子 分開 要說 柳先生,是不是這樣? 可惜,你來晚了一步,蘇副總已經從我這裡知道了這件事, 你的情報是一文錢也不值的。 林老闆,你怎麼這樣說呢? 我今天來是好心好意告訴蘇副總這件事情, 我不是來販賣什麼情報的了? 是不是你對蘇副總的? 我不是去做事,我不是去做事, 你從我這兒弄了不少情報, 現在還要找蘇副總,我請告你, 如果你繼續糾纏一下,我就要報警了。 林老闆,想要把畫牆的感覺聽好了。 謝謝,柳先生,謝謝您的熱心, 不過我想,我以後不需要您任何情報。 我給你解釋的準備好了, 是的,大陸,不怕人家了, 你只是寒醬骨頭, 年夜,你怎麼吃到這兒? 我還是要去做康舊, 我只要去當時, 我只對柳先生, 我想你是不是找個機會去看看周華 跟他解釋一下那些往上發生的事情 看看他們夫妻是不是還有挽回的意義 說好不好 我覺得你欣賀你會來找我 要去找我 其實要你又經又行 說實在 我真的會去找你 不用 你是不是 我不能因為我要抱負責王輝 而讓你告訴我自己去 如果剛才我想的那段話 能夠讓你回心卷一點 回到城市會生 我想 我心裡面就不會去那一間 其實你不用配合 我跟文輝會離心 對於有多大的關係 所以說 內心發生的事情 讓我們最早想到的最多 你的意思是 如果沒有我 你也會跟陳文輝離婚 冰凍三次被一日之寒 我跟他之間的問題太多了 我一直以為你很愛他 我想 我是很愛他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跟他相處下去 也許是夫妻的緣分已經盡了 我還沒結婚 我一直以為婚姻是天長地久的事情 沒想到 夫妻也會有緣分盡了之天 婚姻 求婚思 孫小姐,我想你對我婚姻曾經太深了 她並不像你講的那樣 要不然,她可以復活我的感受 要求我死守著她一輩子 她並沒有這麼做 表示她並不自私啊 孫小姐,今天你會來找我 表示你還把我當朋友看 衝著這份交情 我想請你答應我一件事 算不算你這麼說吧 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答應你 原諒文輝,不要再仇恨她了好不好 原來你說的是直接贏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好,看在你面子上 我不再抱不成文輝 不過,我不敢保證,我不再恨她 或者是為你面子 你能這麼說,我已經很感動了 不過,孫小姐 我們都是凡人 總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這些仇恨你比高興的 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 你跟文輝,一定在彼此仇恨 你就是啊 你怎麼看見 誰的衣服啊 劉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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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民,你在找什麼呀 我在找電話本子 naming 嘉賓你怎麼看見,我上次來,我不曉得放哪裡去了 請問你找到了沒有? 沒有,我急著跟一個大地址聯絡,電話號碼就在本子裡 本子搞丟了,我這筆生意就泡沖了 真是可惜,要不要我幫你找 算了,我剛剛找老伴真的找不到 我想一直挖在別的地方 嘉賓,你這什麼路早就下班了? 你看起來很累的樣子,我幫你按 你少來,少裝算了你 找電話本,你騙誰啊你 你根本是想脫我的存折房信還有手勢 你來晚了一步了,我早知道你會搜刮我的東西 我已經把它存到銀行的保險箱裡去了 阿萍,說話幹嘛說那麼難聽吧 我到底是你老公呢 拿你點東西也算不了什麼 幹嘛像房小偷一樣防著我呢 老公,你也配啊 誰做你老婆啊,誰找八輩子的沒 我真清醒早早跟你離婚了 否則你就信任下我還背著在你後頭聽你插屁股呢 幹嘛說那麼難聽吧 我還看過閣下主演的春宮巨照呢 三個人的警方被寫滿碟 那麽他 我討論,他們不用當我的 seriously 你這個殺千刀的不要臉的東西 你 boy的我在外面搞青年三也就算了 你還忍住這種不要臉的事情 還要說把我拖下水 他們真的去找你啊 我千交代萬交代 叫他們千萬不能去找你 他們實在是太過分了 是這樣的嗎 不是你付不出一百萬遮羞費 叫他們來給我要的吧 當然不是 這種事我怕你知道的來不及 我怎麼會這樣做呢 一定是他知道你跟我之間的關係 才會去找你的 不過嘉賓你放心好了 現在事情差不多已經擺平了 你真的已經抽到一百萬了 那你剛才為什麼還搬香倒櫃的 在搬我的東西呢 是這樣子吧 我找黑皮出面幫忙啊 那個阿牧願意給我打一個大對折 哦 那個黑皮也是黑到的 那個叫阿牧的也是黑到的 他們湊在一塊對付你啊 吃虧的準是你 你怎麼能相信他們呢 真是千真萬確的 我現在只要七十萬就可以擺平了 嘉賓啊 對不起你借我好不好 將來我一定會加倍還你的 要我替你付車修費啊 我沈嘉賓才沒那麼窩囊啊 柳子民你死了這條心吧 這種錢我是不會出的 你不借也可以啊 告訴阿牧把照片公開 大家跟著一起丟臉嘛 哎 你搞清楚啊 丟臉的事你不是我 我告訴你柳子民 從現在起 我跟你劃清界線 現在才跟我劃清界線太晚了吧 誰都知道我是你男人呢 你想想看 你男人出這種事 你能瘋狂到哪裡去 你這個下三人 你跟我走 我永遠不要看到你 走就走嘛 有什麼了不起 嘉賓啊 你好好想一想 等你想通了 把錢準備好再打電話給我 不要 你 passages 好 最後 還發覺 你卻是最無辜 唉 在看什麼 那你不要再看 好精采的,這都很精采 這男的好面熟啊,這誰啊 這是沈家平的老公嘛,你看清楚點 這如果沈家平看到還得了 等一下,說什麼都找不到,有好期看了 你們在看什麼啊? 什麼,觀光照片而已啊 什麼樣的觀光照片? 看之後會長距離那種 對,借我看看 好了,借我看 不行,不行啊 好好的,我也忙到了 為什麼你們的看我不能看啊 這個什麼照片啊 你在丟垃圾桶裡面去的嘛 那再來嘛 沈姐,你真誰的丟啊 應該留下來做今天才對 裡面有你認識的人喔 沈姐啊,這怎麼回事啊 你老公跟人家拍這種照片 我八百年級就離婚了,我根本沒有老公 這照片哪裡弄來的啊 我剛上班的時候看到這個貼在牆上 我怕客人嚇走了嘛 來來一吃下去看 大家看來看,才倒是有心手 好,那你們看過沒有啊 還要不要看 我看我收起來了 等一下經理來上班 告訴他我去找客戶辦交錯手續知道嗎 尤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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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敢到公司來找我呢 小姐,你幹嘛隨便亂打人啊 對不起,對不起,打錯人了 對不起啊 對,你真是莫名其妙 別打個桌子 我誰再殺死 我怎麼找你 我好想請你 你怎麼想要老公 我怎麼想要老公 你怎麼想要老公 我怎麼想要老公 你怎麼看老公 你怎麼看老公 你仔細看看吧,這裡有你失去多年的青春 青春? 蛤? 這是我嗎? 你剛說的,你不會感情 因為你那是死的吧 社長,你誤會了 我剛才所說的並不是指示 而是我完全正在朋友的立場 最近是不是有跟你談 這一陣子,你常常帶著宿舊來上班 有時候在工作也是恍恍惚惚的,心不在焉 你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 我知道,這是我對 今天情緒不太難 不是這樣子吧 怎麼這樣 你在科長的位置也做了這麼多年 我想 你換了工作環境應該會比較好 從經理,你一直需要我 所作為社長 有個幾乎兩天 我過 реж venue casa長 從目的媒體 你自己可以承受婚託嗎? 面臨的得更大 這是我所יק Надо的 我懂了,我們好地辭職 徐大長,你還說你懂啊?你根本就搞錯了 我要小張他頂你缺,並不是要你辭職 而是想要讓你接任經理 說我變經理? 總經理,你剛剛不是在責備我嗎? 我剩你做經理 就希望你能夠在工作上做加點鍵 雖然沒有理由我 所以我在感情上也受到嚴重的創傷 但我相信治療感情創傷的唯一方法 就是工作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加入你的工作責任 真希望能夠幫助你趕快忘記那些不愉快 我真的沒想到那麼支持你 你以為 我只是個做生意不得手段 沙家不想勤勵地轉型機器 我也是人 我看到你們夫妻倆結婚這麼重要 所以這樣子各分都信 我希望你能夠好好工作起來 我會的 謝謝你,真的謝謝你 要謝謝我 假如你不辜負我的好意 能夠把全副精神都放到工作上 好好地做一番衝刺 幫我的公司業績再提高一點 多賺點錢 那我還要謝謝你呢 好 這什麼啊 這什麼照片啊 什麼,什麼事啊 你看看,尤子明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拍這種照片 尤子明 你給我進來 小婷,他這個照片的公司什麼意思啊 小婷,找我什麼事啊 什麼事 什麼事,你給我解釋清楚 小婷,你怎麼看見到這些照片 怎麼真的把照片寄到公司裡來啊 我還以為他們只是嚇唬我 太不夠意思了嘛 小婷,你是不是遇到什麼麻煩了 你也難盡啦 總經理,真對不起 我是被人家陷害的啦 總經理,您別生氣啊 其實讓你看到這些照片 我比你還難為情啊 小婷 小婷,你到現在還在嬉皮笑臉 你到底有沒有點廉恥啊 好嘛 那我說實話好了 我中人家仙人跳啊 我一時間付不出錢來 我面向他們會這樣對付我 怎麼呢,你能躲到這麼大的樓子啊 還不是要怪你 還什麼好朋友呢 我給你調個錢你也不肯調 要不然我也不會像現在那麼糗啊 總經理 總經理,你能不能幫幫我的忙啊 說真的,我付不出錢來啊 我真不知道他們怎麼會對付我呢 好啦,不要再說了 我們希望能看到你,你走吧 總經理,你要開除我啊 你這不是鏡子不就還落井下石嗎 你不會為了這一點小事就打怕我走吧 小事,這還算小事嗎 反正按照勞基法,我該給你多少 我是不會少你一毛錢 你走吧,尤子民 總經理,我跟你那麼久了 我一直忠心肯肯啊 就算我沒有功勞我也有苦勞嘛 你不能那麼絕嘛 你摸著良心說,你有什麼功勞 你有什麼苦勞嗎 你不會是每天拿著一些不著編輯的案子 在我面前吹牛 你實際上你做了些什麼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拿著 華新公司的招牌在外面招搖撞騙 其實我早就想請你走路了 總經理,我考慮一下這個有什麼機會 不必 總經理,總經理 對不起,我來吃了 我剛剛在接曝光函的電話 我們下禮拜要出的貨 手續都已經辦好了 很好,小張 有幾件事情你馬上去辦 第一,陳科長,身經理 你身科長,一定要仔細宣布一次 真的啊,謝謝總經理的栽培 恭喜你 陳經理 恭喜你 另外還有件事 你馬上幫尤子明辦離職手續 怎麼回事 子明,你根本要騎著 好,算你狠 也好,以後我尤子明不用跟你第三下事了 大家走著瞧嘛 人哪一定我發了,看你怎麼來求我 你是,不是我的錯 你公主 我公主 我公主 你公主 他在這裏 我公主 他在這裏 賈平 你幹嘛非要辭職的歌 又不是你的歌 也許不是我的歌 可是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何必呢 喜個喜愛的歌 再回去上班 也許感覺就好多了 我哪有臉再回去 我在公司的業務員裡 撒門最大,輩分也最高 平常叫家呼來換去的 大家都聽我的 現在出了這種丟臉的事 再也大聲不起了 我待會兒打電話去辭職 蘇華,你幫我跑一趟 幫我把辦公桌的東西收一收好不好 幫你收東西 幫他好 好啊 可是你真的捨得扯下這個工作啊 做了這麼多年,但也不錯 如果一下子沒有收入,你怎麼辦 就像我 不曉得工作 其實心裡頭幫得很 不用怕,天吳絕緣之路 大不了跟你合夥開家美容院 以後我們起床,不用花錢了 開美容院啊 跟你開玩笑的啦 不過天吳絕緣之路這句話 是有道理 記得以前跟尤子民離婚的時候 去找個婉琴協會的人 他就勸過我這句話 當時萬年聚會的我 再活了過來 既然這些老調,我還真有道理 什麼是婉琴協會啊 就是個民間團體啊 幫助專門幫那個離過我婚的女人 或者還沒有離婚的女人的地方 當時真的幫了我是不少忙啊 千怪萬怪怪我自己 後來尤子民又來找我,我心又軟了 找到現在,都沒有連回公司辭職 真是啊,上輩子做的孽 那有什麼關係 天吳絕緣之路啊 大不了,就像你說的 我們合國開家美容院啊 喂,蔡奶薇 喂,佳萍啊 我是文輝啊,出華在不在 我想請兩個吃晚飯呢 你不在家耶 文輝啊,不是我要說你 離婚的時候你不是要給朱華幸福嗎 既然要給她幸福 你不應該來騷擾她的 我這不是騷擾啊 我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請你們兩個一塊給我慶祝 希望你給你們的想法 文輝啊 總不會是要過生日吧 不過朱華把我去辦一件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耶 我看算了 不,我決定不是生日 這樣好不好 趕明天晚上 麻煩你轉告朱華一下 說我明天下班之後 就去接你們 我看算了啦 文輝 要怪我不幫你 我實在覺得這樣沒什麼意思耶 佳萍,麻煩你幫我轉告朱華嘛 去不去由她決定啊 她答應我國說 只要我們離了婚 我們還是好處理 好朋友啊 如果說她拒絕一個好朋友的邀請 那我當然沒有話說了 好吧 我會轉告給朱華 不過她去不去我不能保證哦 好 那謝謝你啊 再見 拜拜 九九五五三 天下的啊 都是一樣 其他還有不見得比喉子民好到哪裡去 離了婚愛小三 你怎麼會有高雄, 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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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 我想起 Survival 這裡的學校, 但是怎麼會有什麼意思? 我最喜歡的社會, 你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不敢去, 我不是, 我已經離開華新了, 阿母那幫人到處逼著我要錢 我現在是天下最大以不容身之處了, 家庭幫幫忙 什麼?你離開華新了? 是不是阿母把你那些噁心的照片送到你們公司去了? 你怎麼知道?誰告訴你的? 居然被我猜到了, 姚子明你真行啊 你這種丟臉的事情弄得全世界人都知道, 連我的範圍都被你搞砸了, 你知不知道? 你放了也搞砸了, 為什麼呢? 阿母把照片也拿到你公司去啦 家庭, 真的很對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會搞那麼糟嗎? 我早就已經後悔了 你小鬼話連篇了 我為了要去除你再給我的煤氣 我還花了錢到白公司買了一套衣服 我真是倒楣, 我真是倒楣 家庭, 你原諒我這次嘛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你這樣幹什麼? 我在樓底下就知道你們大夫小舅的 子華, 你好 家庭就有一點誤會了 你搬那麼重箱子, 我來幫你 不變了, 不變 不要讓你的家庭碰到我的東西 你剛在房間送來一塊錢 你需要保持自己的一塊錢 你也知道嗎 好 你希望這次見到那塊錢 那塊錢也會搞砸 你先把找到這裡 那塊錢也會去 那塊錢也會去 那塊錢也對 那塊錢也會去 那塊錢也會去 你叫佳平不要再逼我了嗎? 朱華,你不要管,等一下我好好招勤這個混蛋 佳平,都是我的錯,我罪該萬死 你不要生氣了嗎?千萬身體都划不來 我想到我就生氣,看到了我,我更生氣 佳平,你別打我這一次了,你不要再打了 朱華,你別打我,朱華,朱華 朱華,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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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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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和失業的困境 前途往往了 離婚是我自己選擇 我當初簽下離婚證書的時候 我還以為我解脫了 可是這一天來 我好像失落了什麼 我一點也不快樂 我也很想振作起來 可是好像沒有力氣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 是個徹頭徹尾失敗的人 離婚並不是失敗 而是人生的意外事件 當然了 離婚對任何人來說 都是一種傷害 不過在傷口癒合期間 你還是要勇敢地站起來 因為路還是要走下去的 我是要走下去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會在婉晴協會找我們談 就是走隊的第一步 朱小姐 你知道婉晴的兒子的遊覽嗎 是否是李商寅的詞 天意的幽草 人間眾婉晴 沒錯 凡事失關 或屬於婚命邊緣的婦女 加入我們婉晴協會 經過生一方面的重整後 再度出發 都可以重新獲得 甜靜美好的會半生 貼的價錢會說 貼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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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啊,不用擔心了 家民跟子民啊,一天到晚打打鬧鬧的 是一對歡喜冤家 說不定啊,現在已經和好了 正在親親我享受燭光晚餐呢 不可能的 家民這次打定主意要跟子民分開 我們還可能一起去吃晚飯 家民在一起吃晚餐 家民不知道會不會出什麼意外 你是說游子民會對家民怎麼樣 不會的啦,在我看來 游子民在壞也不過是小奸小惡 不會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不要窮擔心 來 先吃點東西吧 不用了,我自己有買跟著 那我先把這些點心放在冰箱裡 晚上你跟家民可以當宵夜吃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朱華 拜託你,不要這樣 朱華 你怎麼了 對不起 我一直在擔心家屏 我現在心情很壞 我也不想吃東西 也不知道家屏到底怎麼回事 我了解 朱華 你說擔心家屏之外 自己還有心事 來 把你的心事告訴我 好讓我替你分擔 不要一個人默默地承受,好嗎 你不想說,我也不勉強你 我知道你現在最需要的是找份工作 讓自己的經濟獨立 記得我跟你說過 我希望你到我的工作室來實習一陣子 謝謝你 我暫時不考慮工作的事情 拜託你 幫我一個忙 你這樣問 不是多餘嗎 你明明知道我是願意為你做任何事情 我和你相當心 不要對我太好 把我當個普通朋友吧 為什麼 朱華 以前你是有夫之父 我跟你來往 是名不認言不順的 現在你好不容易才離了婚 我可以大大方方地對你好 你反而叫我不要對你好 這不是好奇怪嗎 不,我不能答應你 你不答應的話,我們就斷決來往上 現在你好不容易才離了婚 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對你好啊 你反而叫我不要對你好 這不是好奇怪嗎 不,我不能答應你 你不答應的話,我們就斷決來往上 朱華 對不起,我沒想到對你好反而造成你的壓力 忽略了你需要時間調適自己 好,我答應你 先把感情冷卻下來 但是我們還是好朋友,對嗎 那你以後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的 隨時來找我 我會的 那些東西我就留下來了 算是普通朋友請你吃的,可以嗎 那我走了,再見 那我走了,再見 你幫我來看你什麼事啊 大小姐你跑哪裡去了嘛 我把柑子民趕跑之後啊 我突然覺得元氣大傷 我到外面去吃了顆牛排不住啊 未老子,你又不捨這個啊 是牛排 又是不留個字條嗎 你還以為我被游子民給殺了,把身體藏起來嗎? 那是你誰說的,我可沒說 我告訴你,游子民狠,我比他更狠 我沒有把他給剁了,已經算是便宜他了 你又打電話給誰? 找索將,把我們家鑰匙給換了 以後游子民休想進到我們家來 你又打電話給誰? 看樣子,你是真的要跟游子民斷嗎? 對啊,我先跟游子民啊,斷得一乾二淨 我現在同一人是你啊 來了 竹軍啊,你可來了,來,來 我以為大夫妻的老闆,日理萬奇 忙得頭都還不起來 沒想到還有十天在辦公室以後,暫度抽菸 我平常啊,是忙得不可開交 可是剛剛接了你電話,說要來看我 我就跟我的秘書說,我不接電話,不接任何人 而我自己呢,什麼工也辦不下去 只有專心的等你了 大公,你越來越會說話 你這番話好像琼瑤電影裡男主角對你主角說的話 好感人 那你有沒有受到一點感動啊? 有啊,好感動喔 感動了自己為你送錢來 拿 這是五百萬 原來你是來管我錢的 我還以為你是來專程看我的 通常債主看到有人上門送錢來 高興來不及 只有你,垮著一張臉,真搞不懂你 你怎麼不懂我呢 我是寧可跟你談私事 也不希望跟你談公事 好,那我們現在錢還了 好,公事也了結喔 可以談私事啊,不想跟我談什麼 我 本來啊,是有一度的話想跟你說 可是一看到你 我又想不起來該說什麼 那我們隨便來啦 主經,你自己好嗎 你這句話問得好奇怪 我好端端地坐在你面前,你還問我好不好 誰說我剛才還你五百萬 足以證明我的公司目前營運情況相當的不錯 我現在一切都很深深的利益 好,不能再好 真的嗎? 主經,我從你做的姿勢 我就知道你心情不好 你每次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兩手抱胸 好像在保護自己排拒別人 你現在心情很不好 你也觀察太敏銳吧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肢體語言 在發什麼訊息 你看得出來 你心情很壞 聽說陳文輝跟他老婆離婚了 你心情不好,該不是跟這個有關吧 你的聯想力太豐富了 陳文輝是我公司的員工 他離婚,我當然會感到很遺憾 因為我是一位老闆 我非常關心我的員工他們的婚姻生活 我希望他們的幸福很美滿 當然,我總不至於會為了這一點的小事情 影響我的心情吧 陳文輝離了婚,諸華就自由了 劉孟齊就可以毫無顧忌的追求他 這可令的打擊不小吧 我只怕劉孟都沒有 為你是否也曾害怕過 從心走回孤單生活 享受 怎樣採算長久 成熟 最後連愛都失落 就在心坑 裝上一把鎖 當作從來沒有人來過 你說時間都不夠 匆匆地流走 你說時間都不夠 對我們來說 真有一點就到 噢 七嵐 拜託 明白嗎 仁華 serum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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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